另外就是说同学问到有关下拉清单 比如说当然最好你这边 因为你如果用自己打的话很容易打错 可是如果说最好可以怎么样 帮我把这个范围的资料怎么样 直接干脆丢到这边来 旁边帮我增加一个什么 下拉清单 把这个东西带过来就可以了 下拉清单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如果说你希望旁边这边 假设你担心说可能会选错 那不如你旁边就加一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要怎么做会比较简单 像我的习惯第一个 我会先产生一个资料的来源 那这个来源的话通常会习惯用什么 用一个名称来定义这个范围 那所以如果我的名称在上面 范围在下面的话 好像之前有用过 你可以用什么公式里面的 选取的时候把编号选进来 然后公式里面从选取范围建立 这边有个叫顶端列 意思就是说我的名称在顶端列 底下就是我的范围按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在工作管理员里面 会多一个所谓的编号 那这个编号的话 它会自动怎么样 带到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的话 它的范围呢 就是底下这个范围 OK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我将来要把这边做成一个下拉清单的话 第二个就是什么 再到资料里面 刚刚的公式旁边的资料 点选有一个叫资料验证 那邮标记得放在你要做下拉清单的位置 他会跟你要几个讯息 第一个 设定里面呢 请你把原来出生格内允许什么 允许是任意值 把它改成清单 第二个他会问你说 那你这个清单的来源在哪里 那你就按F3 把刚刚那个编号呢 提供给他就可以了 那当然呢 其实另外你可以用选的啦 比如说你这样直接选 其实也可以 不过呢 如果你这样选 有个缺点 就是说 如果你跨不同工作表的时候啊 他其实我觉得会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目前是放同样工作表 比较不会这个问题 那所以我建议啦 反正以后你就照着流程 以后如果说你要做什么 做清单的话 你先建一个名称 将来按F3 把编号呢 带过来 按个确定 向下拉 有没有发现 他会把001到008的资料 自动帮你带过来 所以你这边的话 直接选其中一个 那只要上面变更 下面也就自动变更 OK 所以呢 如何做下拉清单 单元1 OK 这边的话 就可以做了 那另外的话 后来就有同学问 说他希望做出来了是两层的 两层的两层式的那个下拉清单是如果像前面的变更了后面也跟着变更不过后面的变更是根据前面 他选的 哪一个项目而去做后面清单的改变 那如果你要做那样的效果的话可能你要先学会这个函数 叫INDERATE 才有办法做出来 工作里面常常会遇到 第1个下拉清单改变 他会第2个下拉清单会跟着前面这个清单而改变 2层式 甚至还有3层式 4层都可以 那这个部分的话会需要用到INDERATE 那怎么做也许后面我们会再提到 那清单部分请各位先试做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INDEX来做查询的话 那其实再来其实他的道理差不多 第一个一样优标放在我们的姓名这个这个书存格后面 然后呢我们用INDEX函数 那他会跟我要三个资料 第一个是哪个范围 所以array的话指的是范围 那其他这个有点像那个刚刚那个VLAN书里面的tablearray 其实道理差不多 所以我把这个范围告诉他 那这个范围里面的话基本上 他会要第二个资讯 什么资讯呢 你让我知道哪一列 你要的资料在哪一列 所以这个范围里面的哪一列 哪一列的话基本上 我们这个范围嘛 那哪一列呢基本上往下 刚好这个范围的第一列就是001 所以基本上呢 他的列号其实会跟着他的编号而走 有没有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说我要的是001的话 那其实就是第一列 002就第二列 所以列的部分的话其实可以根据什么 根据这个查询编号 他目前现在这个应该没有 所以回来应该会有错误 那column的话意思是说这个范围里面哪一栏 那我要是第二栏 所以你直接按个确定 那当然因为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的话 这个范围先把它锁起来 F4锁列就可以了不用锁篮 因为向下填满只要列 那column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把它改成刚刚讲过的raw 小瓜糊把它剪掉2就可以了 为什么因为你等一下向下填满嘛 那个H3也一样把它锁起来 为什么因为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3不能动 按确定 那不过因为呢 找不到了 所以他会有什么 那个刚刚的REF参照错误 那我们把它改008好了 向下填满 放开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他一样会带出正确的资料 到你指定的储存格里面 结果一模一样 OK 那不过呢 因为刚好这一题 比较特殊一点是说 我们刚好查的什么呢 查的那个位置 这个raw number 刚好跟编号的顺序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不需要特别去查询 而且你会发现他008本来是文字 你如果带到这个raw number 因为他是要 所以他自动帮你转成8 也就是说自动帮你把文字 转换成数字 其实椅子序里面还蛮多地方 会自动转换的 所以你可以不用查 但是问题以后呢 如果你 那个位你的第几列顺序 不知道的话 通常可能会在这边呢 用查的 那查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用什么 在这里面的话 你可以插入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名称叫match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 检视与参照里面 找到这个match函数 那这个match函数 有点像 也是查询 那我们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一样会给我们 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要查什么 查008 假如说啦 以后如果他不是刚好编号 而是一个文字 你要查的话 那我一样 lookup value查008 去哪个范围查 有没有 lookup array 所以这两个一组 去这里面帮我查查看 他会怎么样呢 一个一个比对 001不是 002不是 一直到008 找到了 找到之后的话呢 他会告诉你 回来数字就是多少 就是第八个 有没有发现 第八个意思就是基本上 往下找 找到了 第八个告诉你一下 所以他返还的话 就是8 那刚好就是符合我们第八列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结果给带过来 那Match type的话 跟刚刚那个V团数还蛮像的 如果输入0的话 是要一模一样 输入1是早接近的 但是你会发现 他很妙哦 他有一个负1 比那个V团数还多一个 V团数只有0跟1 他是多一个负1 那当然0一样 0是要完全一样的 可是这里1的话 找接近的 那找接近的话 是往下找 找比他小的 那负1的话 是往上找 找比他大的 接近哦 但是他找那个 往上往下 还是不一样 所以这边可能 你们在使用 1或负1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当然这一题比较 比较简单 是因为 我直接输入0就好了 因为我要找 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我就把它按确定之后 不过 一样 这个3 要把它锁起来 A3跟A10 我只要锁列就可以 所以这边的话 一样 把它按F4 这边的话 把这个F4 选起来 F4的话 按一下是两个都锁 按两下的话 是锁单边 锁列的部分 就可以按确定 好 那你会发现 其实往下填满 但结果也是会是一样 那也就顺便补充一下 就是 Index 通常会跟Match搭配 这两个会搭配的情况 还蛮普遍的 所以请各位 也许试一下 那个Index 跟Match函数 另外的话 也可以试试看 Indirect 我讲过了 Indirect 如果你要带出 两层的下拉清单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 Indirect函数 Indirect函数 它跟那个 那个什么呢 Index又 概念又不太一样 当Index是要两个数字 哪一列 哪一栏 那Indirect是 它在 这一个工作表里面 你要带回来的是 哪一个工作表 所以特别是要 Reference Test 意思就是要 给我一个文字 比如说我今天 就把它改一下 008好了 如果我要带回来 是什么 008隔壁这个 叫什么 B10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直接 插入函数 用那个Indirect函数 这个 那你直接怎么样 把它输入什么 这个储存歌就好了 但是特别之后 它会帮你带领域回来 对不对 如果你按确定的话 看起来好像没错 不过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它找不到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也蛮常 蛮常 发生的错误 看得出哪里有错吗 Test Test是什么 文字嘛 所以意思是什么 应该这边要怎么样 加上前后双一号 如果你没有加 很抱歉 结果就会是出错 有没有 可以看得懂吗 不过我发现 其实理论上好像蛮多地方 它如果一开会自动加双一号 但是 Indirect不会帮你加 所以你要记得 如果你自己没有去加双一号的话 那就会出错 不过像其他地方 我记得蛮多地方都会自己补 像什么像那个一幅有没有 一幅 它如果你没有打双一号 它一定会帮你自己加 但是这个地方没有 所以它这个地方这个函数 相较一幅函数比起来可能比较没有那么贴心 会自动帮你加 所以特别注意 你要自己加一下 所以你按确定之后 它都会带过来 但是我们现在是自己去指定哪一个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要能够自动变出哪一栏 哪一列的话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列的话你要根据10 我们是自己把它补上去 所以你可以串接哪一列 其实就根据编号 所以你可以把编号带过来 H3 那可是H3里面是008 那我要的是第10 所以特别就是把它加上多少 加上2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 如果你刚刚有没有H3 它带过来 因为它这个文字 文字串文字刚刚好 所以它变B008 但是以Sale里面它有个特性 如果它遇到加号的话 遇到加号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它变得多少 变成10 意思就是如果本来前面是文字 008 它只要遇到加号 自动转成什么 转成数字 因为只有数字才能做加减乘出 文字不行 那因为Excel其实还蛮贴心的 它有些地方就是因为自动转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人都会觉得 奇怪为什么它会自动变成数字 其实不是 因为它特性就这样 所以我把它加了2之后 反方回来就变成10 那就刚好B10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一样 但是如果我今天希望能够向下填满 它也能够怎么样 自动能够补上什么 补上 当然我再来就总销量 所以理论上 这个B3的那个H3 这个可能要锁起来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向下填满 那我要把什么 B3要能够变成B变成C C要变成D 刚好取得它的其他蓝的话 所以这个地方 你可能要想一个方法 不然的话你可能只能怎么做呢 只能就是把这个公式复制 贴到下面来 然后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C 这边改成C Enter一下 一样会带过来 只是说你可能要改B 改C D 那如果说你不希望 手动来改的话 希望向下一拉 自动可以产生你要的BC D 的话 那其实你要该怎么做 这个地方的话 恐怕要用到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 前面好像不知道有没有讲过 一个叫Chart函数 这个CHAR指的就是说 我要取得 我那个ASCII Code内码表 那刚好那个什么呢 B的位置 它的位置刚好在66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输入CHAR里面给它66的话 它会给我B 那如果说我今天给它多少 给它67的话 它就什么 就是C嘛 有没有 那如果68 刚好它按顺序 B C D E 那如果我说我今天希望能够向下填满 它能够刚好符合我的要求的话 那其实我可以怎么样 那在这里用ROR 配合ROR ROR怎么样呢 加上多少 它现在所在的是第四列嘛 所以如果第四列 那我加多少刚好是66呢 62嘛 对不对 我现在我现在在第四列 那我加了62 加起来刚好66 打勾 所以我向下填满的话 列号刚好会往下刚好加1嘛 所以B C D E 自动出来了 那自动出来之后的话 其实你可以 再把那个 这个chart里面的资料 一样把它复制 放到哪边呢 放到这个B的位置里面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今天呢 我要自动帮我往下填满 就自动加 那我可以说 这个就产生B 这个就产生它是10 所以串在一起刚刚好 那如果我向下填满 BCDE 放开 自动就可以产生 不过这边也是一样 要把什么呢 H3的3把它锁起来 打勾 然后向下填满 那基本上应该也可以得到我要的结果 所以呢 要能够查询的话 Index Index都可以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